中国是最大的猪肉消费国 每年消费7亿求猪 但很多人表示 尤其是70后 80后 现在吃的猪肉和小时候吃的 完全不一样 小时候吃的猪肉好乱 多汁美味 事实上 影响猪肉好吃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肌内脂肪 指的是位于华文基的肌触间和肌细胞内的脂肪 其脂肪酸组成 能决定肉的香味和口味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吃的土猪相比 如今市面上主流的商品猪肌内脂肪含量明显下降 肌内脂肪含量 仅仅在好品质肉的及格线附近徘徊 我们现在吃的猪肉大部分是羊猪 而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中国土猪 由于土猪养殖周期长 肥肉率高 瘦肉率低 而羊猪就可彼補了这些缺点 经济效益较好 所以在国内迅速推广 目前 国内生猪市场 百分之八十左右 到时生猪 要解决羊猪垄断的问题 这不仅关系到猪肉好 不好食的问题 也关系到我个肚 会不会饿我的问题 相信在未来科研人员的努力下 还会出现更多像土猪这样的本地优质土猪 再回大家的餐着上 尋回仪时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